如果民進黨再繼續當政的話 那怎麼肯定會無董 只是在成品買書 竟然接到對岸的統戰電話 我們發現這個情形之後 馬上就是要請電信業者把它攔阻掉 加二八國馬不存在 經傳是統戰號碼 NCC強調會針對非國馬的號碼 和電信業者討論如何有效攔阻 但到底是怎麼偽造的 可以直接跟比如說 國內的一些第二類電信 來做一個合作 那另一種方式 就是直接乾脆詐騙警察 它成立一間公司 那它可以透過這個交換機的方式 把不一樣的來源轉換 國外電話號碼或網路電話號碼 把它變成一個室內的電話 什麼號碼都有可能偽造 根據來電辯識公司統計 即可能是變造詐騙號碼的 像是加886 超過66.27%的機率 其他在加號的 也有13.52%的機率 4.48%是省略地區區號 其他像是886 0886加8869 並且自稱是統聯 台灣大車隊等客服 都可能是詐騙 去年從6月到12月總共攔阻 1660幾萬通 那今年1月到4月總共攔阻 620萬通 那所謂的偽造記憶台 通常詐騙集團會在選一個人比較多地方 像捷運站啊 百貨的附近 它的這個訊號的強度 會蓋過本來正常訊號強度 所以手機就會誤以為 它才是一個真正的訊號 傳送任何它想要的號碼 或者是訊息給你 資安專家說 光靠來電辯識APP 不足以防範 自身保持警戒 就算接到也要經過查證 才能不讓詐騙集團 有心人事有機可乘 詞曲 李宗盛